做事管婴儿的妈妈有多心酸,网友,不孕六年,选择是管这条路,也是最后的希望,从促台不顺利,到取暖后覆水,从第一次移植是被痛苦的不能自己,从二次移植怀孕四个月高速破水,从四个半月躺在床上开始,从抗拉抗尿开始从认高症,高血压,直到全盲跑步产生下双胎女保后, 经历了太多太多,感谢我的贵人医生,感谢我的家人,感恩上仓,让我能做妈妈,网友,我第一次移植后开庭,现在在调理身体等下次移植,希望这次成功生对健康宝宝,愿菩萨保佑我,网友,经历过事管,难得不是忍受疼痛,难得是各种检查,各种等待,各种不安的心累,还好一切算是顺利, 一次成功愿34周,希望宝宝足远出生,健健康康,那些做事管婴儿的妈妈有多心酸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